第28章 土人的接待 放在火上 有一條毒蛇 因為熱了出來 咬住他的手 土人看見那毒蛇 沿在他手上 就彼此說 這人必是個兇手 雖然從海裡救上來 天理還不用他活著 保羅竟把那毒蛇脫在火裡 並沒有受傷 土人想他必要腫起來 或是忽然腐島死了 看了多時 見他無害 就轉念說 他是個神 布伯留款待保羅 來那地方不遠 有田產是賭長布伯留的 他接納我們 盡情款待三天 當時 布伯留的父親 患熱病 和利疾躺著 保羅進去 為他討告 安守在他身上 治好了他 從此 島上其餘的病人 也來得了醫治 他們有多方的尊敬我們 到了開船的時候 也把我們所需用的 送到船上 再行水程 過了三個月 我們上了阿力山泰的船 往前行 這船以雕屍相指為記 是在那海島過了東的 到了聚拉鼓 我們停泊三天 又從那裡妖行 來到利基翁 過了一天 起了南風 第二天 就來到布丁里 在那裡遇見弟兄們 請我們與他們 同住了七天 這樣 我們來到羅馬 那裡的弟兄們 一聽見我們的信息 就出來 到阿比乎市 和三館地方迎接我們 保羅見了他們 就感謝上帝 放心壯膽 進了羅馬城 進了羅馬城 保羅夢準 和一個看守他的兵 另住在一處 保羅請猶太的首領來 聲明上控的原由 過了三天 保羅請猶太人的首領來 他們來了 就對他們說 弟兄們 我須沒有作什麽事 干犯本國的百姓 和我們祖宗的規條 卻被所綁 從耶路撒冷 介在羅馬人的手裡 他們審問了我 就願意釋放我 因為在我身上 並沒有該死的罪 無奈猶太人不服 我不得已 只好上告於該殺 並非有什麽事 要控告我本國的百姓 因此 我請你們來見面說話 我原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 被這鏈子捆鎖 他們說 我們並沒有接著從 猶太來論你的信 也沒有弟兄到謝女來 報給我們說 你有什麽不好處 但我們願意聽你的意見如何 因爲這教門 我們曉得是到處被毀旁的 他們和保羅約定了日子 就有許多人到他的遇處來 保羅從早到晚 對他們講論這事 證明上帝國的道 忍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書 以耶穌的事勸勉他們 他所說的話 有信的 有不信的 他們彼此不合 就散了 未散已先 寶羅說了一句話 說 聖靈直先知爾賽亞 向你們祖宗所說的話 是不錯的 他說 你去告訴這百姓說 你們聽是要聽見 卻不明白 看是要看見 卻不曉得 因為這百姓 游蒙了心 耳朵發沉 眼睛閉著 恐怕眼睛看見 耳朵聽見 心裡明白 回轉過來 我就醫治他們 所以 你們當知道 上帝借救恩 如今全給外邦人 他們也必聽受 寶羅說了這話 猶太人 議論紛紛的 就走了 寶羅在羅馬全道 足足兩年 寶羅在自己所租的房子裡 住了足足兩年 凡來見他的人 他全都接待 放膽全講上帝國的道 將主耶穌基督的事 教導人 並沒有人禁止